事实上呢 现在很多发心很大的师兄 都把时间 贡献给救助的有缘众生 而没有时间多念小房子 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 请师父慈悲开示 该怎么做 很简单 那个念经 它本身也是一种修行 也是一种提升 那么救人 那这是一种高境界的提升 那么救人的人 必须自己要有基础 学佛的基础 那么你现在没时间 就等于举个简单例子 你是作为一个老师 你已经修到老师境界了 那你当然可以 自己的功课背的少一点 多帮助别人 如果你只是个 本身是个学生 虽然你功课很好 但是呢 你拼命的去帮助别人 但是你会耽误你的功课的 今天师父跟你讲这个话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就是看一下你自己的境界 你是到哪个层次 今天师父是你们的师父 我的小房子 我的那个功课可以少一点 那么我就 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基础 达到教授了 或者是老师了 所以我才能拼命的教你们 我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功课 因为我不要做功课了 对不对啊 而你们现在是学生 你们自己如果功课不做好 你就这点能量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 就像一个班级里最好的一个功课 最好的一个同学 他天天帮助班级里那个差的同学 但是你他的功课会掉下来的 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就是师父 这个级别的话 我现在自己天天要念经啊 对不对啊 但是呢 我在度化终生的时候 我会有超能量的加持的 因为什么 这是也是我自己做功德得来的 明白吗 那我也没靠 也不是靠别人的 也是靠自己的 对不对 对 好的 咱师傅